这家位在乌来的景观餐厅 每到料理都充满了巧思 像是招牌菜 炎炎破冰船 就是以炎炎包裹着各种健康食书 烤出来食材的鲜甜原味 而且每逢周末假期 还能自己动手做柴烧披萨 好吃又好玩哦 到了乌来除了风风老街 还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呢 答案就是这一间美丽的景观餐厅 除了户外有各种自然生态景观 在黄色的小屋子里 还能品尝到精致又有创意的蔬食 其中这道超特别的破冰船 以炎炎包覆着鲜菇 蔬菜和米饭一同蒸烤 除了营养均衡 还封存住了食材的鲜甜 剥开来之后 就是闻到那个蔬菜的香味 就觉得很棒 可能是因为它们是包起来 去烤的 所以会觉得那个食物的原味 都有被保留起来 然后可以吃得出来是非常新鲜的食材 自不得养生药扇锅 同样是健康取向的招牌美食 独门的汤头搭配的食材 营造出暖暖的幸福感 在山里面天气很凉爽 然后温度又凉凉的 其实要上锅是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吃的里面有杏鲑菇跟豆腐 其实都是很新鲜的食材 然后因为加上它的汤头非常的到位 整个配起来 其实不用沾酱就可以吃到食物原来的味道了 除了享受精致的美食 在这里还能体验披萨DIY 让大人小孩都动一动 感受不一样的乐趣 下个周末假期不妨就开车来到乌来 享受大自然的洗礼吧 想要知道乌来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吗